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當然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我們同樣來介紹魂限定的SHF商品 那這次是賽亞超人 那你可以看到這隻其實是 鳥三明一個蠻特別的風格 就是在七龍珠裡面的角色 硬是把他加入了一個超人的角色 不過這一段其實出現的非常的短 後來就沒有,所以他其實是誤犯所扮演的 那就有點像一個外傳或是一個小插曲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配件 那在配件上你可以看到手勢附的還蠻豐富的 有握拳有發氣功 然後再來發氣功分為單手跟雙手 雖然這個可以勉強當雙手發氣功的 然後再來就是坎坯的手勢有兩組 然後是不太一樣的 好其實他有賽亞超人的自己姿勢 所以他這些手勢其實有些是搭配賽亞超人的 然後再來呢在 左手上呢還附了一個 帶手錶跟另外一個沒有帶手錶的 那頭雕也非常的豐富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賽亞超人的面罩 那面罩當然是不能拿起來 但嘴型是可以換的 好所以這個嘴型是唯一支援他的 那三個頭雖然沒有附其他的表情可以換 可是另外的三個頭呢就是有做不一樣的 一個是包頭巾的 然後一個是變超級賽亞人的 然後一個就是正常的頭 所以我覺得整個配件上呢 其實算是多樣化跟豐富 在把玩上呢也比較有趣喔 那這是我覺得這一套的一個優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本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本體跟可動 那頭剛才有說過有很多的頭可以換 然後這個呢 他可能怕你斷掉 額外也附了兩根 在於披風 披風後面這一塊是硬的 上面是軟膠喔 那後面這一塊呢其實 他有一個關節球讓你可以動 只是就是你如果擺這樣支持 他就會往後倒 因為重心的關係 後面這一塊其實還蠻重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拆下來 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一個圓形的關節球 然後這一塊呢 他額外也有附了一個 就是如果你不穿披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穿回去讓後面看起來不會那麼的突兀 就是有一個破洞 所以你可以選擇就是要不要 穿披風 然後披風呢 分為這兩個部分 然後上面是軟的 底下是硬的 應該不會有人只帶上面這一塊啦 然後沒有穿披風 這樣也怪怪的 不過穿披風確實會有 重心不穩的問題 那在可動上呢其實這 算是SHF的新素體 就是 其實後來素體都分成類似像這一版的 那之前已經介紹過很多 就不刻意再 去重複介紹 那頭部在可動上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裙擺的部分呢 不能說裙擺 還是其他的衣服 好那這邊有一片 然後這邊有一片 這邊有一片 前面就分了三片 後面就是一片 那 由於他也是軟膠 所以在可動上呢 是不影響的 這是在裙擺 衣服的設計上呢 我覺得不錯的地方 然後 手勢的可動範圍 你可以看一下 好這是 手肘可彎的範圍 然後基本上 大概可以彎的 角度 你想得到大概都可以彎 除了不能做抱胸的手勢之外 那剛才有說 也附了一個 左手 有手錶跟沒有手錶 讓你可以做 替換的作用 那在衣服上呢 也有做了一些 一點點的漸層上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綠色跟腋下的綠色 稍微比較深一點 然後身體的 關節也多 就是腰部有兩個 一個是胸部 讓你可以做 比較大一點點的轉動 不過由於這邊還是會被卡住 你可以看到 好所以轉動的 大小還不大 好然後第二個 然後再來皮帶 好所以這大概就是 整隻的可動 然後腿 大概就是 維持原本的 不錯的可動 所以腿部呢 大概都可以擺到你想要的姿勢 包含劈腿啊 然後 腿有酸蟲關節 所以你可以彎的角度 比90度稍微再 再大一點 那腳掌也是一個 球形關節 好所以你要做不錯的貼地 大部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包含 有點往後跟往前的 然後前腳掌是可以上翻不能下翻的 好所以意思說呢 你可以呈現就是這樣子 好但不能 不能往下轉 往下轉就會卡住 好這大概就是這一隻的可動了 那 七龍珠呢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不錯的 題材 加上裡面的角色非常的豐富 所以在SHFF上面呢 其實就算已經出了很多隻 還是有非常多隻 大家期待沒有出的喔 所以 他真的可以說是一個神作 那喜歡七龍珠的朋友們 就當然是不要錯過七龍珠 所出的系列角色 那這隻呢 因為我沒有年輕的霧範喔 所以就讓大家比較一下一般 其他的 角色正常人比例的高度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 其實霧範就跟 悟空長大差不多高 好所以他並沒有來得比較好 只是髮型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不管他變成超級賽亞人 或是沒變成超級賽亞人 其實髮型上呢 你可以看到是 沒什麼變化了 就是 比較偷懶的一隻角色啦 好大概是這樣子說 好那最後謝謝大家 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大人玩具開箱的 新品介紹啊 那覺得不錯呢 幫我多多分享 那記得按追蹤跟小鈴鐺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 賽亞超人次大人玩具開箱